你也中了中了 你也中了嗎 你幹什麼掉下來了啦 你也走贏了 嗨 大家好 我是文偉 我今天來做的一個是 我之前沒有做過的 開箱文 那我今天來做的開箱文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知道IDA它本身是出 無人 就是那個空拍機啦 然後它現在有說的東西就是 它是那個無人對戰劑 那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最近在網路上面瀏覽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想說來開箱看看 看它的 裡面的內容到底是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它所採用的 它標榜採用的材質是環保的ABS塑料啦 然後它 它標榜就是說它可以 傳輸的距離是可以到50米 但事實上這個東西 我給大家看一下實體好了 就是它是長這樣 它是兩個小小的這樣 它簡單講說它就是一個玩具啦 然後 它說可以到50米 我覺得這個東西 呃 然後再來是 它充電時間的話 它充保一次價大概 60分鐘 就是一個小時 然後 它的續航時間 可以 6到8分鐘 所以其實 就時間不長 就是 可能 充好之後小朋友玩一下下 可能 就沒了這樣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 開箱它吧 OK 我剛剛已經把它整組 拆開來了 現在 它裡面的話 它總共是有 兩個遙控器 我覺得看起來還不錯啊 因為它價格其實不貴 它價格在台幣1800以內 就可以買到了 然後 你們還有 說明書 兩個 無人機 它還有再多附一組的螺旋槳 然後還有這個 螺旋槳的這個 保護框 它裡面的東西就是這些 謝謝 它的遙控器呢 後面是要裝電池的 把它打開來看看 它一個遙控器是要裝三個 四號的電池 然後再來一樣幫大家介紹 就是它這個遙控器的部分 然後 它的這個操控啊 其實就跟一般我們玩 空拍機是一樣的 就是你這個往上推就是上升 左邊這邊往下推就是遐降 然後這邊就是左旋 右旋 然後這邊呢 右邊的這個 這個操控也是一樣 往上推就是前進 往下推就是後退 然後 向左邊的話 就是向左側飛 向右就是向右側飛 這個是360度的標誌 就是你按一下它可以360度的翻轉 然後這個VS就是對戰的意思 我想應該就是發色紅外線吧 這個火箭的標誌 它是說是可以調節速度啦 然後這個拍照的部分的話 它這個必須是要買 Wi-Fi版本 然後它後面還有一個這個可以 就是它可以用手機架 然後可以扣在上面 因為它這也是需要買Wi-Fi版本的 對於它這個無人機的充電部分 它的電池是在它的這個無人機的下方 每一個都有附這個USB的這個連接器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把這個USB插孔 然後連上這個 這個無人機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 組裝起來 然後充電來 試飛看看 OK FLY 它在充電的時候 我們將電壓打開 那它這個USB這個連接器的部分 它就會亮紅色的燈 代表它在充電 在充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紅色的燈熄滅 就代表是充電完成 OK我們現在已經來測試 就是這個玩具 到底是有多麼的厲害 它這個後面有一個插孔 就是把你剛剛充完電的那個線 直接的插到這個裡面 插入 杜蕾 然後我已經裝了那個 它在發亮 OK那我們現在來對平 OK OK它對到了 下來讓它試飛一下 快點 快點 快點飛走 起動 喔喔喔喔 飛起來了 它其實不是很穩定 它會一直放來放去 OK 那我們來個 360度 再靠腰 哇 它追機了 哇 它追機了 再一次 再一次 喔喔 這個螺旋桿調整之後 就有比較好一點 比較穩定 可以了 OK 我們現在來測試 對戰模式 對戰模式 然後我們 一個幕後常進的 對戰 還要來幫我PK 現在在你家風轉 YES我打到你了 對啊 爽啊 它被打到它會旋轉 有我一下 一跳 我覺得它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操控器 我覺得它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操控器 你也中了中了 你也中啊 喔 幹 我跳起來了 夜左營了 結果它被擊中 累積四次之後 它就會自己下降 那你就是一個loser 這樣 OK我們 剛剛做完來測試 其實我覺得 就它的娛樂性來講 我覺得其實還算蠻高的 而且以它的價位來說 1800塊 可以兩個人這樣玩 或是說大家一起這樣玩 我覺得算蠻好的 那在操控器上其實 也都算還蠻簡單的啦 主要是它 因為它很輕啊 所以有時候會 會不是說很穩定這樣 那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喔 就這樣看吧 就這樣看吧 by bwd6